12月4日,由北京建工国际美国投资公司投资开发的Saint Gabor商业住宅混合项目在洛杉矶的圣盖博市举行了动工仪式 这个项目呢,算是我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一个尝试 那这个项目本身呢,大家看到规模不是很大 我们选择了这个Saint Gabor这个区域,首先是看好这个加州Saint Gabor这个区域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项目本身呢,在这个street level有6个retail space 然后上边的upper floor有11个condominium 那这个项目呢,一年就可以完成,在明年的年底就可以建完了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尝试呢,给我们积累经验 为将来我们在投资,在美国投资一些更大型的项目做好一个准备 盛盖博市议员,盟市市长,柔斯密市市长,以及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美华联主席等官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新建工在我们这个城市第一个开发案 那这个地区呢,叫做这个Mission Special District 就是老教堂的特别区 因为这里是一个土地保护的一个地方 可是它今天非常的成功 拿到了这个建造了 所以我很高兴 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这个居民 新的居民 还有很多商店 这个带来我们这个商机 所以我希望他们以后呢 继续在我们深盖博市投资 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这个北京建工的 这个破土动工的仪式 祝贺他们成功,谢谢 联邦国会议员赵美新和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也委派代表 向北京建工国际 美国公司主要管理人员颁发了祝贺状 那建工是从07年进入到美国市场 经历了现在已经有七个年头 那我们一步一步从施工到设计开发 形成了一体化的发展 那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虽然不大 但是意义深远 希望能够在未来我们有越来越多好的项目 能够给我们的所在的区域 包括洛杉矶甚至美国 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活力 我们也会尽量把它做好 然后争取能够有机会再做更多 更好更大的项目 今天这个BCIG这个减彩说明三点 中国这个投资美国开始了 中国从以前的资本输入变成资本输出 北京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公司 它这一点在这试金时将会美国还 这个市场做出更好的一些贡献 这个项目将于2015年底完工 届时还将有更多的工程项目 在全美各地启动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 美国洛杉矶报道